嗨,大家好,我是玄妹,我来自越南,然后现在在四川成都这边生活 有很多网友问我,玄妹你中文怎么那么好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,你们越南人为什么学汉语,学中文学得那么快 难道中文太简单了吗?当然不是啦 我们学中文学得快,因为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,那是因为越南语里面有很多汉语词 汉语词起源于汉语,它的读音跟汉语是有点相似的 比如是广高,落后,落后,家庭,家庭,家庭 之外我们还用汉语语来翻译中国的所有地名 比如是北京,北京,上海,腾海,广州,广州,万里长城,万里长城,等等 还有很多,所以呢,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地方中文名叫什么 只要我们知道它的越南语,我们还可以猜出来它的中文名叫什么的 然后第二个原因呢,那是因为中国的简单句子的语法 其实呢,跟越南简单句子的语法是差不多的 你们看,顺序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,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越南人吹汉语和春文会吹那么快了吗?